2023杨慧如师生书法展 入场首先就能够看到相当应景的纯洁脸画 展现书法结合字与画的艺术之美 然后就是相当荧幕的大致作品 主办单位并且在作品旁增加说明 方便参观民众更加了解作品要呈现的意义 然后最主要是能够感受那种酣畅淋漓 然后书写大致的快乐 那这一次我们总共集结了将近40件的作品 那40件的作品里面每一个字体跟每一个内容都没有重复 那我们这个团圆里面年纪最长的是77岁的陈熙明陈大哥 那陈大哥他完成了秦朝传书一山科石的作品 受邀在水里商工举办名为五间林池的书生书法展览 除了提供学校师生欣赏书法展现的艺术之美以外 也让参观的学生及来宾都感到打开眼界 那这一次的主题主要是写大致 所以在整个现场这边可以看到很多 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那杨老师其实在水里地区附近 来教导很多的学生 那连连从小学生又远到很自身的 我们的这些喜好艺术的工作者一样 那这一次的活动跟他的一个展出 特别在我们的岁末岁末年初 所以有一点喜气 有一点喜气 先元黄春林感谢杨老师的用心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战 在南投县享有盛名的书法家杨慧如老师 带领着积极正社区学员 在水里商工举办名为 无间临时的师生书展书法展览 其中特色以大致的书法作品为主 必增加今年全国美展书法组第一名的作品 展现学员对书法的喜爱 及其年后的学习成果 欢迎南投乡亲及书法的爱好者 前往参观指导 知名的书法老师杨慧如 带着积极正五措社区的学员 在水里商工举办师生书法展览 将至即日起展出至明年的2月16日 校方也热情地邀约乡亲与学校团体 踊跃地前来参观欣赏 记者邱平易 水里香采访报道